你是不是从小就喜欢灵霄 从小 就自打我认识你从那开始 你就喜欢追在灵霄屁股后边跑 整天做什么坏事都想着我 就怕他知道 也不打他也不凶他 你就只知道打我凶我 是吗 有吗 没有吧 没有吧 你只要见到灵霄 眼睛里这边装了个电灯泡 手啪一下就打开了 整天我哥这我哥那的 全世界只有你哥最好 五个劲儿好 我小哥也好 没有 那个时候又不是那种喜欢 就是喜欢在一起 嗯 喜欢在一起 有区别吗 没有区别吗 是这样的吗 我先 你有话进去说吗 你在这儿淋雨你鞋都湿了 你穿的是新鞋啊 行了行了 这个没教育的孩子 真是人 这人太胆了 您是不是要走啊 我给您叫个车吧 用着我自己走 那我哥哥也一起走吗 他不走 你今天也留线 就住这儿啊 反正明天你不上课 好好跟你听说玩啊 听话 那个那个 孩子不能留这儿 你放心 不会给你录现的 但你有什么关系 那灵霄要是不管孩子 让他把他扔到大街上也行 不是 这 这孩子不能留这儿啊 哎 这老太太动了吧你 你是谁 李尖尖 你为什么管我哥哥叫哥哥 因为他是我哥呀 怎么可能 我妈妈说 我哥哥只有我一个妹妹 他只剩了我和我哥哥 而且你没有不同性 我跟你也不同性 那哥哥本来就应该跟我性情 对不对 不对 不对 你妈当初不要他了 他跟你没有关系你知道吗 你乱讲 妈妈每次吓我哥哥的时候 都会想到哭 妈妈说 虽然不在一起生活 但是新世人在一起的 干吗呢你们两个 你跟孩子还这样 我还是个孩子 你还这么大个人 老太太呢 早走了 你还知道回来呀 我还以为你被大雨冲走了呢 这所里的事太多了 你说这 我以后也不指望你 我直接抱摇摇领我 我要出警 那我回来得到快 我先回家了 最还没喜欢 子秋 今天回去了 你这样小心变成忘副使啊 快把饭热一下 来 哥 你回来了 累了吧 吃晚饭了吗 肯定饿坏了吧 锅里还有地瓜饭 还有半碗红烧肉 我跟你讲哦 今天的红烧肉炖得可好了 要不是我给你留了半碗 早就被小哥吃光了 我不饿 我上楼洗澡睡觉了 想他以后应该洗头了 哥 我没想到会这样 瞎想什么呢 我跟你是一边的 我又饿了 你不是给我留了红烧肉吗 嗯 走走走 这种烧肉的 我可以陪你再吃一份 谢天谢地啊 终于脱离危险了 这两天怎么了 他全家都跟医院杠上了 怎么了 谁生病了吗 还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是这么一说 哎 哥 那你生日前能回来吗 估计 要再晚两天 那你 你 你不回来怎么填志愿啊 你是不是笨啊 网上可以填啊 不 嗯 嗯 嗯 哦 对了哥 月亮他妈 让他带了升学礼物过来 你跟小哥一人一支钢笔 他妈还让他问你们 你们的课堂笔记什么的 能不能给月亮 可以啊 本来打算卖废品的 你样子就给他吧 好好好 行 那就这样了啊 等一下 我撒娇 还有什么事 撒个娇挺你 哥 人家好想你哦 你快点回来哦 爱你爱你 可以了吗 原来假 挑肥减瘦 乖 你说什么了 不不不不不我撒娇很好笑吗 人家好想你哦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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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下来 下来 我不我不我不 快点 这小尖 这哪像个女孩子夹下去 不吃虾 给 给你先饮 吃个排骨 不客气 我瘦了 你爸啊 两天没回来了 估计又蹲点抓人去了 子修出去玩了吗 对 找同学去了 我两天都没看见他人了 都玩疯了 你别说别人了 你要不是你哥回来的话 不是也找秦明月去了吗 我哥回来了 我就哪儿都不去 我就在家守着他 在家守着没问题 那你在外面 你别老那妈抱你哥哥嘛 听见没有 没抱 你再说没抱 我这厨房我都看见了 蹭你就蹿你哥身上去了 跟个猴似的 婊子那块 你俩脚在那儿 哒哒哒哒 像个大姑娘的样 那 那我抱一下怎么了嘛 那大街上那么多人 亲嘴儿那么不说 别人家孩子我不管 你说我闺女我就得管 你看 你看 你哥哥都笑话你 我哥不是笑我 哥是看见我开心 是不是 吃个半生不滑 哼 哼 你现在就多听我说两句吧 等你开学了去了北京 你想在吃饭的时候 听我说话你都听不着了 你就好好珍惜吧你 我要喝汤 你先吃饭再喝汤 不 我要和饭 和饭 我给你长得个和饭似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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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